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脸1907年生于陕西省华县一个贫寒农家 父亲务农还替人打断工 母亲叫王妇女 名字很富 其实是王宝子一贫农女儿 这样的家庭 胡脸应该很可能后来参加革命 他一到黄浦军校 却就参加了多是富家子弟人籍的孙文学会 并且他一个名字就叫胡同路水酒前就跟水 胡脸的第二贯社会读书 胡脸兄妹三人 一个兄长 一个妹妹 唯独只有他一人读了书 他先在村司熟读 13岁上华县高等小学 成绩十分优异 1925年小学毕业时 参加全省会诗 名列前茅 同学给他取爱号叫胡子齐 他的第三怪 适则夜怪 胡脸在会试中考的第一名 喜德老师刘淼特地 跑到胡家 对他父亲说 你家俊如胡脸是个好牛子 好好培养 将来一定有出息 可是 胡家偏偏没钱 胡脸读完了小学 老师也说要好好培养 父亲就是拿不出钱 硬逼到儿子无法申造了 结果 母亲说 你去私厨当老师吧 胡脸说 家八五斗粮 不当猴王 母亲又说 那你就去学做生意 胡脸回答 我不是那个材料 母亲又说 你都大货人家去当管家 胡脸又说 那是替人当奴奴 不干 这几乎把老娘气得要哭 花这么多钱供你读书 你现在啥都不干 本都收不回来了 胡脸对教书 做生意 当管家都没兴趣 其实内心有想法 认为当兵威风 想去从军 结果 说到做到 去河南投了军 在国明二军冯子名旅当了一名文书 第四怪是他的婚姻 胡脸在冯子名旅干了一段时间 还是觉得没出息 于是又决定去报考 南方的黄埔军官学校 可是 黄埔军校在广州 他竟然穷得连路费都拿不出 结发妻子吴秀娃也下了大决心 卖掉了新婚娘娘做嫁妆的首饰 还不够 又把娘家即将成熟的轻苗卖掉 凑足盘缠 让胡脸上了路 吴秀娃送夫从军后 在家盼着富贵期容 没料到胡脸才当那个连长 就为了娶团长曾月汉之妹曾广瑜 把她修了 白日梦都没做就当了寡妇 这个曾广瑜从吴秀娃怀中夺了金规 连生三个儿子 满以为从此幸福满满 又不料 老公竟和他的堂妹曾广仙好上了 结果 又被离婚 胡脸与曾广仙又连生了五个女儿 第五怪是胜败参半的战功 有人称 胡脸为国君之狐 说他是胡脸 不是会打仗 而是像胡脸那样狡猾 最会开溜 在军旅生涯中 胡脸的成名之战 有两战 一是抗战中的石牌要塞之战 胡脸一举成名 可他接着 又在淮海战役中 把一个兵团打 光 之身逃出 臭名远洋 一是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战役 他率军救援 保住了金门岛 再次扬名 可两年后 他又在东山岛与金门的中共指挥关界非议战 损失蒋军三分之一 被蒋介石撤职 再次臭名远洋 因此 有人说 跟胡脸去打仗 胜败谁也料不定 就像今日给他当老婆 明日还是不是 一样没把握 尽管如此 胡脸后来还是关注陆军副总司令 并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